如果你要去上个厕所走动的时候 你可能就你连想要挺胸都觉得 哦 实在不舒服 如果说在那边这样子走 回想一个多月前胆囊反复发炎时 常让夏先生痛到腰都挺不直 一两周就是觉得持续有一点 让你有点一点反胃 或者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 初期都以为是胃痛 但吃药没有改善 还因为食欲下降 瘦了两三公斤 5月4号那一天痛到受不了又挂急诊 电脑断层扫描发现胆囊肿胀 胆囊发炎最主要原因就是石头卡住 造成胆汁它排不出去 那就越来越水肿 吃急性胆囊炎 夏先生去年8月就发现有胆结石 可是没有不舒服一直没有处理 结果结石卡住胆囊管 久了之后它胆囊甚至会坏死 或者破裂 胆囊里面的这些消化液 就会跑到腹腔 就会造成腹膜炎 那种就有时候会很危险 紧急腹腔手术 切除胆囊 经过一个多月休养 夏先生的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 完全好大概三个月 但是你大概现在都可以正常生活 没有问题 医生提醒胆结石有机会发生胆囊炎的并发症 如果本身有胆结石 又有右上腹部疼痛 恶心呕吐 发烧症状 很可能是急性胆囊炎 要赶快就医 大爱新闻将军李悦为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